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事 你是不是去过庄子强家 去找过他父亲 那肯定是庄子强告诉你 有人去过他们家对吧 那么我觉得你和庄子强的关系 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一号关系对吗 你先回答我 你是不是去过庄子强家 那你也回答我 你和庄子强到底什么关系 钟女儿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种抖着小机灵 自作聪明 装模作样 假模假式的做派 我也不喜欢你那种 遮遮掩掩 躲躲闪闪 假装有大局官 其实处事圆滑于府固执的样子 脑死亡 就等于必须放弃治疗吗 不是必须放弃治疗 治疗还是放弃 这个决定 应该由你们来做 你们是医生 这个决定 凭什么由我们来做 我们刚才已经给您解释过了 脑死亡的情况比较特殊 医院不能帮你们做出任何放弃 或不放弃的决定 好 那我换住问法 如果你是我 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如果是我 我不会放弃 陈大夫的意思只代表个人立场 不代表医院 如果我们决定不放弃 会怎么样 只要家属不同意放弃 医院就必须继续治疗 在这件事情上 我和美朋友争论 所以想来问问你 该怎么办 陈雨晶 你对病人家属的这种说法 有可能误导病人家属 做出错误的决定 将来 有可能会吃官司的 有那么严重吗 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 不至于吗 你既然穿的是 安然医院的白大褂 那你就代表的是 安然医院的立场 而不是你个人立场 我只是想发表一下 我的意见 不可以吗 不可以 问题就在于 这个个人意见 病人家属 会把你的个人意见 理解为医生的要求 病人脑死亡了 是否应该继续治疗 从医疗法规和医疗程序 上来讲 决定权在病人家属手令 如果病人家属 把你的个人意见 理解为医生的要求 这里面有个大笔 医疗费用的问题 如果将来他们再理解为 我们为了赚取医疗费 而做无效治疗 不是我危言耸听 你就等着吃医疗官司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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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一会儿你下班了 到我家坐坐 吃点东西 我 我不能去 你这么一拒绝 倒显得我居心不良了 我只是想请你到我家坐坐 吃些东西 完了我就送你回家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我们至今还不够了解 我觉得我们发展得有点太快了 我想 我们还是应该给彼此一点时间 我知道 你心里还惦记着 上次短信的事 说我拿你的感情打赌 这种诬陷在我的生活里很常见 如果将来 咱们真的走到一起了 你肯定还会收到这样的短信 你先回去吧 我还要工作呢 那等你下班了我送你回家 真的不用 从这儿坐公车回家很方便的 那好吧 我要是再坚持的话 就真的像色狼了 那我走了 那个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再见 再见 小姐过来一下 这儿音乐不错吧 是啊 你快把美芬也叫过来 美芬 一会儿你俩说话注意的 尤其是你卢雅楠 要注意方吃方口 我吃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开批判大会呢 行 批吧 美芬 美芬 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有什么难事 不能跟我们几个说吗 美芬 我们一起住这么久了 你到底缺多少钱 跟我和陈雨静说 能帮的我们一定帮 帮得了一时 我还能让你们一辈子帮我 我平时过得扣扣缩缩 还经常占你们便宜 你们不说 其实我心里都清楚 我也不好说 路亚南知道 我是小地方人 我爸妈早就离婚了 又各自有了家庭 我和何磊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真有什么呀 美芬 奥巴马不也是父母 离了婚的孩子吗 不是照样欢天喜地的 当他的美国总统吗 小神童 怎么说话呢 你这都什么别人 我爷爷奶奶 年纪都大了 还一身的病 我每个月的工资 一部分要寄回家里 又摊上这么一个弟弟 天天就知道跟我要钱 花钱 现在医院的工作已经那么累了 要不是没办法 我见 我见 美芬 我真不知道你有这么难 可我还是觉得 就算你要去找别的工作 也不应该去做酒醋小姐 那里环境那么乱 你毕竟是个医生 要是被医院知道了 影响多不好呀 是啊 我们毕竟穿着白大褂 万一让病人看见了 也不好吧 对对对 那地方乌烟掌机 坏人又多不安全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明天就去辞职 怎么了玉京 心事重重 还是 犹豫伤感 你知道吗 那个脑死亡的患者 已经进停尸房了 我知道 早晨九点宣布的死亡 他还那么年轻 为什么家属要放弃他的生命呢 为什么医院不鼓励继续求知呢 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弃 这不是医生的天职吗 家属能不算放弃 这个病人 从理论到实际都已经死亡了 你所说的一线希望根本就没有 不存在 对 医生是不该跟患者说 对不起你没希望 可对于这个病人而言 可以对家属职严相告 目的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 目的是为了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 让能得救的人重获新生 医生这个职业更多是需要理性 而不是感情 喂 你赶紧到蓝海国际酒店来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助我 我在上班 你要是赶不来 我就从楼上跳下来 你又干什么呀 我有什么义务随叫随到 吴小致 是 你的 出什么事了 我没钱住酒店了 你再借我点儿 你这就好 我没钱住 你没钱住 我没钱住 你不能再买我 你不再走 我没钱住 我没钱住 你没钱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过来帮我一起擦地吧 小圣童 你快点过来帮我洗洗衣服 你刚治完夜班啊 陆大夫 陈大夫 你们好 你好 我找你有点事能跟你单独谈一下吗 不能 你想谈什么 我们也想听听 我们仨是好朋友 没有什么背着藏着的 要不请我屋里谈吧 不行 就在客厅谈 宽敞 再说了 我们怕陈雨静受欺负 我没事 我无所谓 行吗 这个 人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的钱让人卷了 现在身无分文 酒店住不了了 就差睡大马路了 那跟陈雨静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搬回萧克明家借助一段时间 顾小致 你拿我们当傻子呢 你怎么不编一个更惨的故事啊 你这么干也太缺德了吧 你不就是欺负陈雨静 厚道老实吗 三番五次地来找她 今天还找上家门口来了 顾小致 你这种做法 跟大街上装可怜要零钱 转脸回家盖大房子的乞丐 你有什么区别啊 顾大姐 要是你真的有困难 要不然暂时住我房间吧 我睡客厅 绝对不行 要是你缺钱 我可以先借给你 陈雨静 你有毛病吧 人家第三者都打上门来 蹬鼻子上脸了 你还又割地又赔款的 你脑子进水了吧 我告诉你 他要是敢住进咱们宿舍 我就敢把他卷破盖卷里 扔垃圾桶去 你要是敢借给他钱 我把你一起扔出去 行了 别吵了 明白了 告辞 咱们 顾大姐 不好意思啊 慢走啊 不送 把门关上 李大爷 今天怎么样 休息好了吗 怎么又瞪眼了 谁又惹您了 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的肾脏有了吗 现在还没有 不过您已经排在第一顺位了 有了配型合适的肾脏 马上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了 这什么破医院哪 找个肾脏怎么就这么难 一个个大夫护士 正事不干 天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都给我滚蛋 慢点啊 你没听着啊 装聋还是装啥呀 听见了 安然医院破不破 是您个人的看法 我是安然医院的大夫 滚蛋不滚蛋 您说了不算 我也说了不算 李大爷 我的工作就是 让您顺利地进行治疗 这就是我的正事 这里是三千块钱 你先拿去用吧 你的好意我领了 谢谢 但我的难处 不是这几千块钱 能解决得了的 你要是不够用 我可以去银行区 不用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谢谢你 小金 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雨晶 晓南 来 吃点水果 我刚洗的 我不想吃 你又怎么了 我去找顾小致了 找谁 顾小致 你去找顾小致 你找她干吗去 我想给她一些钱 可是她没要 她说这些钱 也解决不了她的问题 你 陈雨晶 以后你的事 别跟我们说 我们也不想管 雅楠 你别发那么大脾气嘛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可是我想来想去 也许顾小致真的有难处呢 设身触地地想一想 既然她都上门来找我了 说明她真的挺难的 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 放下自尊 更让人难受的事了 尤其是对她那样的女人 所以我带着三千块钱 想给她应应急 雨晶 你是不是害怕顾小致 真的会住进萧可明的家 所以才去给她 送这三千块钱的 是 我怕顾小致 再继续纠缠萧可明 而且 我觉得这种钱 由我来给她 是最合适的了 你耍什么小聪明 你以为她真的会 把你那三千块钱 放在眼里吗 那都是她的借口 只有你这种傻子 才会相信 你还去找她 我分析啊 下一步 她一定会继续纠缠萧可明 因为顾小致已经知道了 你是一块可以 随便捏的面团 这个顾小致 要是再让我看见她 我非骂她狗血临头不可 这萧主任也是 她什么情况啊 装傻充愣的 要真的铁了心选择陈雨晶 就应该采取强硬手段 这顾小致 还没有机会来纠缠陈雨晶吗 气死我了 这事不能怪萧可明吧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这是 没钱了 酒店不让我住了 这几十块钱 全部家当 不对啊 我之前给过你钱 你怎么会没钱呢 你是给我钱了 你不是还让我找工作吗 那我不跑前跑后的 我请客送个礼什么的 那点钱哪够花的 我花得很节约的 节约 有事吗 顾小致已经搬到我家里去住了 她是真的没钱了 她是真的没钱了 一个人拿着行李 坐在广场上 我没办法 还有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相不相信 我都要告诉你 昨天晚上我是睡在沙发上的 一个人 我还有手术 下班我们再商量 这事儿太窝囊了 这肖克明比我想得还要过分 居然让顾小致公然住到家里 就算俩人没什么事吧 好说还不好听呢 肖主任睡沙发 那顾小致就是睡床了 好 要我啊 得把床单被子枕头枕套全给烧了 这肖主任怎么回事 太不靠谱了吧 他没跟你解释啊 他说他有手术 下班以后再来跟我商量 陈玉剑 你给我把脑子好好转转 你跟肖克明刚和好 这件事顾小致肯定知道啊 那他这么做意思很明白 肯定是故意的 挑拨离间吗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 可你们说 顾小致真的有这么阴险吗 别分析了 现在出门 去肖克明家 当面把这事说清楚 对 我同意 现在就去 去肖克明家等 你看什么看 我们俩一左一右架着你去 你也得去 必须去 玉剑 一会儿上去 你要不想说话就别说 我们俩说 对 千万别当合适了 记住了啊 你们看见一辆出租车了吗 我刚叫的 主任 您自己的车呢 顾小致要用 我现在住医院也用不着 住医院 对 远南 没分 让你们见笑了 我要搬去集体宿舍 那儿还有一个空床 顾小致她实在是没地儿去 她来找我帮忙 我没法拒绝她 所以只好我走了 好 那我们就上楼去问问顾小致 她到底想干什么 所有人都得给她让路 真有本事 也是没办法 算了 算了 这是我们的事情 你们还是别管了 走吧 走吧 你怎么这么怂啊 走 别上去了 怎么回事 来的时候说好了 来问个清楚 到了这儿又变成闷嘴葫芦了 你不问 我问 别别别 千万别上去 你别怕 我不上去 我问你 小主任 我真不明白 你刚让我给陈雨晶 放了一屋子玫瑰花 现在又让顾小致搬到你家来住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今天在这儿不适合说几事 我会跟雨晶解释清楚的 你们二位 是不是可以先回去 我好歹也是个柯主任 你们给我点面子 还有 此事不宜张忧 懂吗 想知道那天我和潘家辉议论你什么吗 能想到 说我性格 有时候孤僻暴躁 有时候忍耐力超强 行 你倒挺会分析自己的 放心 我不是人格分裂 人都有多面性 你不也一样吗 那行 你说说我的多面性 工作上 严格 认真 苛刻 仔细 生活上 别不敢说呀 接着说 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自我 自如 潇洒风流 不太像 七零后 还算客气的说法 像八零后 不客气的说法 比八零后 还 放纵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没说我放荡就不错了 你自己说的 顾小致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一个人坐在广场上 都快晚上十一点了 她连饭都没吃 说她走投无路 你说我能怎么样 我只好答应她先住下来 当然 我跟她说好了 她搬进我们家 我搬出去 第二 不许她以后再来骚扰陈雨晶 她同意了 我们压根就不相信 顾小致真的没钱了 她就是装的 想干什么 大家都明白 她装的也好 心怀鬼胎也罢 她毕竟是我的前女友 我不能把自己 脱离得干干净净的 像不认识她一样 肖主任 我们实在不能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立场应该站在哪儿 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你怕伤害顾小致 你就不怕伤害陈雨晶吗 陆远南 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把人往毫里想 我也愿意这么想 也许顾小致真的有难处呢 就算是普通朋友落难了 我们也应该帮帮忙吧 要是 客民对顾小致冷酷无情 不闻不问 我心里反而会觉得不好受的 谢谢 谢谢 钟主任 你听说了吗 肖主任搬到医院集体宿舍住了 你看你那眼神 有点八卦就兴奋得直放光 我有吗 还有吗 瞧你把脸忍不住那样 你自己照着 肖主任的家伙事 你们听说了吗 惨烈啊 你来晚了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孙大夫 我抢了您的独家新闻 多嘴 肖主 我来跟你谈谈心 我没心情跟你臭频 有正事说正事 没正事咱俩最好少见面 副主任关心郑主任的感情问题 为了密尿外的工作 不被个人情绪影响 算正事吗 是不是听说 我搬到集体宿舍住了 有孙浩然和潘家辉那种大嘴巴 再加上小护士们的天幽加措 你觉得这事能盖得住吗 那换了你 你怎么办 你这个假装情圣的人 给我出出主意 谢谢 如果是我 我就劝顾小植住到大街上去 祖国的大好河山 天好地好环境好 多舒服呀 我要是有你 那么没心没肺就好了 小可明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对待单位的女同事 敢训敢骂不讲情面 一副铁面无私的包工脸 而对于感情圈里的女性呢 又过于地尊重 从而失去男人该有的立场 可我不像你啊 七零后的出身 长了一张八零后的脸 她愣装是九零后的观念 你看你看 你这好心当成驴肝肺吧 你挤得谁呢 我是想告诉你 处理男女感情这种事 就得像做手术一样 手下无情 该切就切 当断就断 以免病变 长痛不如短痛对吧 你有点开窍 那是做手术 我试试 试试 文威 这是最后一次 我不想干了 全家的移民都已经办下来了 我再干太危险了 你放心 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我会把一切都给你安排好 做了这次手术 你只需要拿着美金去快快乐乐的 安安静静地过你的下半辈子 一切都会很美好的 再说了 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善始善终吗 股市上不是有句话吗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你不能光谨慎不承担风险吗 占了便宜就想跑 天底下 恐怕没有那么好的事 如果这次手术你不做 你是出不了这段谋的 你不敢的 后面是什么事 你不应该也不必要 为什么不想找他 你不要你也不不想找他 你不想找他 你看这些人 一切都在实了 APE 我发射女士 你往茂林路开 我看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不会是太紧张了吧 希望我是太紧张吧 顾小致的事 我跟中立委谈过了 他劝我快刀斩了麻 干净利索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听仲大夫的吧 我已经想过了 顾小致到了这个地步 挺可怜的 而且特别需要帮助 我们应该帮他找份工作 然后租个房子 让他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真是这么想的 我也会想过 今天没来解释了 脑被你上手 我会不会不会 你不是吧 这个事 是一段时间 脑子在路上 就不能陷入 三个岸 都没有绑地 同样儿 医生就是要从纸牙练起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这才几个月啊 我告诉你 我当住院大夫那会儿 我检查了一千多个患者呢 主任啊 毕竟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们竞争多激烈啊 要不你跟陆亚男换换 你觉得怎么样 让我去照顾李中天 就我这暴脾气啊 我非得给李中天打起来不可 脾气很暴吗 这 这也分跟谁是吧 再说我也不是这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得上手术嘛 要成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 比如你 光检查潜烈线是不可能的 也对 这样吧 我呢跟小准商量一下 尽快呢早安排你上手术 太感谢您了 钟主任 您 您继续吃 那个顾小枝挨个儿打电话 让去你家吃饭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他还约了陈云京 他肯定了 我琢磨着他肯定又要闹 要不就不去 这个顾小枝也算是女中豪杰了 没错 还是去吧 顺便把我们打算帮他找房子 还有找工作的事情给说说 陈云京才是女中豪杰 来 雨京 这个是甜口的 女孩倒爱吃甜的 我特意给你做的 谢谢 客明 尝尝我做的这个水煮鱼 看看跟以前有没有什么进步 这顿饭是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鸿门宴吧 朱大夫 您这话怎么说的呀 您是厚道人 说话别那么尖刻 其实我这顿饭 只是给大家伙赔个不适 我也是没办法才这样的 有句话我得跟你说 肖克明搬进了集体宿舍 院里的人都知道 说什么都有 你不该利用他的善良 怎么叫利用啊 这是我跟肖克明说好的 是不是 您不了解情况 郭小芝 朱大夫 是我跟雨晶的介绍人 就是迷恋 也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很多话 我们没有必要 瞒着他 我是想跟你说 我们俩的事 都是过去时 过去时就是那过去吧 我现在心里 只有陈雨晶 我说清楚了 清楚 是 暮光之城 帅气的心血鬼 带着姑娘 飞上树的故事 特别适合你们80后文艺女青年 咱们去看 我最近医院工作太忙太累了 不想去 没关系 下次有你喜欢的咱们再去 可以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了 潘家辉 切皮 刀 你懂什么呀 我 我没有 为什么不敢下刀 你怕她疼是吧 是啊 那人已经全麻了 不会疼 我 我知道她全麻了 我紧张 行 陆大夫 李正天说她很不舒服 头晕胸闷 她说让你马上给她做检查 两个小时之前她就说头晕胸闷 我已经给她做过检查了 没事啊 不行 她非要让你去 都发火了 主任 您给我指点一下 怎么解决手术台上紧张的问题 队人动刀见血 谁都会紧张 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 嗯 上学的时候没做过呀 上学的时候学校经费紧张 排不上队 做得少 什么学校 我说你这个 别说话 这怎么就不能说 这个方法就量不准了 一百三九十 有点偏高 问题不大 住进你们医院就没正常过 还问题不大 你们医院简直是草菅人命 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您啊 就是有点低烧 再加上您总爱发脾气 所以血压有点偏高 没事 我给您开点药就好了 这人哪 这业务水平不行倒挺会说 我告诉你 如果我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我会投诉你呢 你信吗 我信 我信 行了 您别嚷嚷了 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 您就不能控制点吗 我 我给你开药去 我控制 我无缘无故的我又生气啊在这儿 真漂亮 雷震真下功夫 就冲这份心 何大夫 您就答应了吧 答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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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加点巧克力呢 你们不拿去分了吧 好 谢谢 谢谢 何大夫 雷震送的 不会是唐一炮弹吧 小心爆炸 我明白 来 谢谢提醒 来 谢谢提醒 如果也是一个孤独的情节 我想借一道月光 把自己的影子苏现 让它蜕变成热烈 如果也 比想象中还要黑夜 我会用所有的力量 带你重回自由的荒野 静静听自己流淌的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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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美好的声音 每走一步留下 灿烂的嘱咽 我们愿意相信 感谢自己的心 听生命的声音 每过一秒都是 全界光明 只要你愿意相信 跟随彼此心 听美好的声音 每走一步留下 灿烂的嘱咽 我们愿意相信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